26题他说有一个分数 他说luminator就是分子 然后denominator呢就是分子 ok 他都减1的情况之下他变成1分 然后分子我给他是x分母是y 所以我的x减1除y减1等于1 per 2 so 2挂乎x减1等于y减1 然后2x减2加1等于y 所以y等于2x点1 这个是我第一个规则 他说他的numator增加2 所以x加2 然后他没有讲他的denominator哦 然后他变成2分3 所以3挂乎x加2等于2y 所以我就3x加6等于2y 然后我就sub1 include2 我就有3x加6等于2 2x减1 4x减2等于3x加6 x等于8 然后subx等于8 into equation1 y等于2乘8减1 然后他就15 所以你看啊我的这个号码他原本是8和16 减1 8减1和15减1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7和14等于1和2 然后我的8增加2 和15的话呢 10和15 2和3 所以 好27题 他Jaden呢他有一些数学题 然后他可以sof 固定的题目每小时 然后sof了5小时之后 还剩下384题 哇好绝望啊 做了5个小时之后还有300多题 他做了10小时之后还有144题 会哟 哇啊 ok 然后一开始跟他 他这样要找他一开始 然后其实这题很简单的 这题用加减3点法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你看啊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就是说 他每小时 他每小时可以sof x 他总共 ok so at first total number at first y 所以他y1是5乘x加384 这个是第一个equation 然后他是10乘以x加144 这个是equation 哇 所以拿equation2来减equation1的时候 我就5x 然后加 5x- 这一个144-384144-384 然后是-240乘以0 所以5x等于240x等于240x等于240除5 所以他这一个是48 所以他每小时可以sof 48 下个下题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48 into equation1 y等于5乘48加384 所以我在这边5乘48加380 所以是624 然后如果我有10乘48 然后如果我有10乘48再加144的话呢 是624 对 ok 所以 这样就正确了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这边的时候 他就是624 question 然后at first 然后 sof 48 question every hour 我差不多平均一分钟多 sof一体哦 应该是那种普通的加剪成 诸总义的那种平板 ok 啊 啊 私下 MX MX 10题 没有15题 两小时半 啊 我们刚刚好 sbm 他先 sbm I 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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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